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班牙《世界體育報》報道 拿坡達與美斯的父親會面 是為了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 拿坡達是想為美斯舉辦一場致敬性的比賽 美斯的父親兼經紀人 上星期與巴塞羅拉主席拿坡達進行會面 雙方試圖實現關係正常化 《世界體育報》表示 拿坡達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 他覺得有一條刺在美斯身上 他希望能將他拔出 據拿坡達身邊消息人士透露 雙方這次會面氣氛很親切 他們還討論了美斯的未來 除了講到美斯的未來 拿坡達和美斯的父親還說到 可能會有一場由巴塞羅拉舉辦 而且帶有致敬性的比賽 令美斯能向支持了他近20年的球迷告別 並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生涯成就 而拿坡達最傾向是令這場比賽 重建之後的老型球場 亦是克逢球會125週年的紀念日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